- 排汗山是近年来喜爱运动的国人最佳的亲宠儿 透气易感的特性让运动更加舒适 今天节目就要介绍一位坚持本土典发制造 打响MIT精品排汗山名号的谢齐祥董事长 初中毕业之后我没有再做生意 因为我怕没有一个移技之长 以后饿肚子 所以就到乘衣厂去学当学徒 从车步边从订扣子到烫衣服到裁剪 生长你摆摆摆摆什么的摆摆 可以说想先薄 白天是跟别家公司上班 也是裁剪 晚上的时候去摆夜市 摆路边摊 然后从摆完之后就自己出来租个房子 就两三台车 这样边坐边卖 自己坐自己卖 从这样子从事到现在 虽然只有三台真车 却是他成衣王国的起点 他珍惜机会 每天努力打拼 几年后他的成衣厂已是国际精品代工第一选择 有了这样的实力 他却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 他们只是从国外带你一个品牌 就来赚台湾的外汇 我觉得我越想越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既然台湾有这么好的品质 布料有这么好的品质 为什么台湾人没有办法闯出一个自己属于自己台湾的品牌 决定自创品牌后 谢奇想发现市面上的排汗山 布料只适合干冷气候 只能排汗不能吸汗 并不适合国内海岛型气候的环境 因此他开始着手研发属于台湾的布料 刚开始也是失败 就是因为有棉 现在是里面是棉 外面是排汗山 所以做出来会被棉的收力影响 所以也是有几缸都是失败的 几次的失败经验并没有让他灰心 几年后终于研发出适合热带海洋性气候的西施排汗山 外面这一层是排汗沙 它的沙汁里头有沟槽 那浇织而成之后形成毛细口 所以里面的棉是负责吸汗 外面这一层负责排汗 它的优点就是不退色不变形 不会黏黏的不会湿湿的 以前穿别的衣服你只要出汗 那个衣服一定黏在身上 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但是自从穿了衣服以后 我不管是爬山或是走路 流汗以后绝对不会黏在衣服上 遇上难题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态度让他在陈衣业开脚劈土 也让他在陈衣厂商纷纷吸进大陆之际 固守台湾 坚持MIT高品质 只要我们还在一年赚一块钱 只要不亏钱我就不离开台湾 我们很感谢老板 他愿意跟流台湾 继续照顾我们这些员工 除了跟流台湾 谢董事长还有其他爱台湾的方式 他鼓励曾是特种部队的儿子 加入海上救难协会 自己担任李市长一职 父子俩出钱出力 用行动回馈社会 父亲因为有这个企业的组织 那想说我请他出一点钱 然后就推崇他做我们本会的会长 就是李市长 那我的部分就是说 因为我有技能 所以就是在里面 就是等于出一些力量 帮助大家 因为我是屏东县南州乡下 乡下的最乡下一个小村庄 那生活家里住的都是 北人给我们的小巢房 那过得真的蛮苦的 所以当我现在能够有一些小能力的时候 只要社会上需要我 我负担得起 我都是来者不去这样子 因为辛苦过 所以懂得回馈 因为爱这块土地 所以选择不离不弃 未来西极下将继续带着这块神奇布料 用MIT排汉山 为台湾争取荣耀 那我们的品牌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注册的 是这样子 希望说游到全世界 能够为台湾争一点 所以台湾争以广播的名义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